哈喽 大家好 我是柚子硕 应某位网友姐姐的强烈要求 今天来解说一个经典府漫中令人血管喷脏的某个章回 没错 就是富家公子调戏长腿黑丝小兽的故事 闲话不多说 好戏正式开始 这是要找的钱 谢谢您的会过 我要这个 啊 这不是丝袜吗 您确定你要买这个 啊 啊 怎么是你啊 麻烦结账 我要刷卡 你怎么特意来这里买东西啊 因为你在学校的时候 装着不认识我 对吧 你得和平常一样 大家其实都很在意你 我说起见 别跑呀 好久没去你家玩了 要不然今天晚上吧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啊 你一直都是这么随便吗 偶尔吧 那天在保健室的事情纯属意外 我不会再和你发生任何的事情了 哎呀 是吗 我不会和你做第二次的 请你忘了那天的事吧 可是我看到你现在 嘴上说不要 身体倒蛮诚实的嘛 你 你的色狼 我就是喜欢看到你脸红的样子 小姐啊 你在模样公是吧 对不起店长 只是遇到一个朋友而已 让你速度快一点啊 真不知道他又来干嘛 你像来都不吃女人啊 来烦我干嘛 因为你的腿比任何人都来得好看 还有啊 够了 请你闭嘴好吗 我只想和你做普通朋友啊 一直保持下去 你不要破坏这份关系好吗 可是这两个并不冲突啊 我今天有的是时间 可以等到电打烊 所以 你的家我去定义了 真的好可恶 算了吧 西子小姐今天加班对吧 看来她是有意成全我们 来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看你那双运动鞋 啊 那么久 给你换了一双 不用携我 怎么 你是要收买我吗 没啊 不是 只是要珍惜你那漂亮的腿 我们只是朋友 你别拿红女生那套来红我 还有 就算你不送鞋子给我 我也 我也会配合你的 因为那样的打扮 我觉得挺 挺舒服的 然后就是 把我偷下甩 你要对我负责才对 那用说吗 一定对你负责 我去洗澡 你吃你的饭 算再说一句 我讨厌胖子 待会儿呢 你就不要穿了 我到底在想什么呀 怎么就答应她了呢 啊 得来全部费功夫 真是兴奋的 马上要去房间了 我洗好了 你还不快点过来 穿上了呀 这黑丝挺合身的嘛 嗯 然后呢 呃 你是不是把打工来的钱 都交给家里了呢 不然呢 这个时候你说无关的话 很讨厌的 哎呀 想死你了 简直是救援了 你这也太快乐了 十分想念啊 这丝滑的手感 这诱惑的黑色 你简直可以去做腿膜了 简直是太棒了 那双鞋子真的很适合你啊 小剑 这辈子就从了我吧 不仅腿好看 而且比那些麻烦的女生强多了 白痴 现在还提你的前任 去死 哎呀 没想到你力气挺大的 怎么 还突然害羞了不成 你真的很色味 无论你怎么躲 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阿奇啊 冰箱里的罗勒酱去哪了 你们在忙啊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我自己去找 起见 你们家怎么突然会有人来啊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无论演绎的好与坏 这只是一期 答谢群友的彩蛋作品 但愿没有给您带来困手 如果给您带来了观影上的不序 柚子树在此 诚挚地表示歉意 喜欢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 B站微博YouTube 名字都叫夏夜柚子树 也可以到我的QQ群走走 当然 投币关注收藏也是极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